各位同学 我们今天来介绍在流体力学里面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方程式 叫做连续方程式 连续方程式它主要的内容是在探讨 在导管里面流动的流体 它所的一些控制的一些因素有哪些 那我们先看符合这四个条件的流体 如果流过一个封闭的导管的时候 它的流量是固定的 所谓流量的意思就是说 每秒钟流过去的流体的质量是固定的 再讲则更简单一点 就是说比如说一秒钟有多少公斤的流体流进来 在同样的时间也有多少公斤的流体会流出去 它在里面不会产生堆积的现象 那哪四个条件呢 第一个条件就是非旋转性 像漩涡的话就是属于旋转性的流体 那第二种是非粘质性 粘质性比如说像薄油 薄油它的粘质性就比较高 比如说像那个海水如果它的粘质性比较高的时候 对船只呢会产生摩擦的一个效应 就会消耗掉比较多的能源 那第三种呢是密度保持固定的 就在流体当它通过这个导管的时候 它的密度不会发生变化 那第四种呢叫做稳流 稳流的意思就是说当流体通过一个定点的时候 它的流数是固定的 那符合这四种条件的流体呢 它流过一个封闭导管的时候 它单位时间就是每秒钟有多少质量的流体流进来呢 也会有多少质量的流体流出去 那我们叫质量的话是等于密度乘上体积 那体积的话又等于这个截面积呢 乘上它的长度 截面积乘上它的长度 所以截面积假设是A的话 这块长度假设是L 这个就代表它的体积 那再乘上密度 再除上时间 这是流进来的这一块流体的这个流量 那也会等于呢 流出去的这一块流体的这个流量 所以它这个它的截面积 假设是A' 那长度呢 假设是L' 再除上密度 因为它密度是相等的 那我们知道长度除上时间呢 就等于它的速率 所以它的公式呢 就变成说 截面积呢 乘上流数 这个流数呢 是指通过这一块截面积的流数 会跟通过这一块的截面积的流数 是相等的 这个A'是代表这一块的截面积 所以它是一个长数的一个关系 那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这个土力 就是当这个符合那四个条件的流体呢 通过这个封闭的导管的时候 因为它的流量是固定的 就是截面积乘上它的流数 所以当它的截面积缩小以后呢 它的流数就会增加 那从这个探讨里面 我们可以发现 这个截面积跟流数呢 是呈现一个反比的关系 那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好 我们打开一个水龙头 假设水的流数是一秒钟十公分 这个截面积假设是两个平方公分的话 那一个容积呢 为0.2立方公尺的一个浴缸的水呢 你需要多久的时间才能够装满 那我们知道它的流量呢 就等于是 每秒钟呢是 它的流量就是把这个流数呢 乘上截面积乘上密度 但因为它密度相等 所以我们就不管它了 那就等于说 这边的体积呢 每秒钟的这个体积呢 就是这边的体积 就等于是这边的体积 所以我们把这个流数 就是十 再乘上二 那左边的代表是说 它每秒钟的这个流过去的这个流体的体积呢 是这个二十个立方公分 然后除上每秒 这是通过这个水龙头的这个流量 就是每秒它流出来的这个体积 水的体积 那因此呢 这个二十呢 如果再乘上时间的话 就等于这个浴缸的体积 那这浴缸的体积是0.2的立方公尺 那我们知道立方公尺化成立方公分呢 要乘以十的六次方 六次方 所以因此这个时间呢 就很明显的就可以知道呢 它是这个大约呢 是我们这个 这边是二乘上十的五次方 然后再除以二十 所以这个时间呢 大约是一万秒 就是十的四次方 秒 一万秒的时间呢 你可以把它换成成小时或者是分 有关这个连续方程式的观念 我们就介绍到这边